海风吹拂 红旗烈烈 伴随着国歌声 一面五星红旗在香港离岛东龙洲的土地上冉冉升起 为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日前 香港陪桥中学的近百位师生乘船来到东龙洲举行了这场特殊的升旗仪式 仪式后 近百位师生合力列队组成队形 形成25A及25th Anniversary字样 庆祝香港回归25周年 作为升旗手之一 香港陪桥中学学生罗玉帆感受颇深 他坦言 自己亲身经历了香港中小学在国民教育领域的进步和改变 今天非常之荣幸作为一个升旗手 首次在东龙岛这里升国旗 其实从我读小学去到现在中午 其实我是看着香港的中学小学在升旗 爱国教育这方面变得越来越积极 曾经我们陪桥都是用英式的报处去升旗的 后来就越来越重视这个星期的仪式 慢慢就转成中式的星期 也都看到全港的中小学在升旗仪式这一方面 都变得更加的积极和严肃 几乎都是每一个礼拜都会升一次国旗 教导同学越来越爱国和越来越有归属 香港陪桥中学学生余卓玲说 除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外 学校还推出了行事多样的课程 以及课外实践交流活动 受到同学们的欢迎 我们学校是传统的爱国学校 我们一直都坚持有每周一升国旗 每个星期都会专门有一节课 去讲这些爱国教育 让我们学生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 2021年10月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 向香港中小学和幼稚园发出通告 将国旗和国徽纳入中小学教育 并向学校升卦国旗和区旗 举行升国旗仪式事宜提供最新指引 按照指引 中小学必须于每个上课日 元旦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纪念日和国庆日升卦国旗 每周必须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 香港陪桥中学就是践行这一指引的先驱和典范 陪桥中学创校于1946年 初中是希望通过教育 栽培更多的爱国人士 70多年来 陪桥中学已由一所学校 发展成为一个具有规模的教育机构 该校校长吴焕杰表示 香港回归以来 学校着重国民教育课程规划 在课堂教学和学校活动中 加入关于认识国情和民族历史发展的知识 期望学生有报国之心和报国之情 并立下报国之志 其实回归25周年以来 其实我们一直坚持 我们陪财师报国这个办学理念 就是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同学 能够有报国之心 爱国之情 立报国之志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坚持 现在我们看到 回归25周年以来 是回到祖国内地 去就学 就业 这个我们觉得 事实上就是香港 逐渐融入国家的发展大界的一个征销